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其实很想了解一下 梅杨姐心中的《非诚歌手》 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 可以跟我们 《非诚歌手》的形象 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只要是 像两位一样 又杰出又英俊 又有才华的人 都可以来参加 我觉得现在 我们活在一个 互联网年代 其实这东西是很开放 我觉得每一个人 好要比别人更好 就要是要有自己的特点 然后因为现在的 整个世界已经在变化 然后整个舞台 其实并不是只有在新加坡 所以我们这次叫做 非常地走越亚洲 然后从亚洲 你可以搭上亚洲舞台之后 有一天可能可以登上世界舞台 我们已经开始找人 那么这阵子已经找到一些人 但是还没有办法 还有一些人还没找到 好 那我们希望这次如果来这边的话 非常歌手 如果素质好的话 也可以考虑 不只是演 甚至包括唱主题曲等等 看舞台 基本上是从你的内部 所以Avita可以帮助你 从内部的 所以美丽会显得出 今天流行的衣服都是 现在他们都要带出 他们自己的每一个人的 他们的个性 对他们的文化 开始的时候总是会比较困难 因为你知道吗 歌曲是一个 当你发觉自己写歌 它其实没有一个方向 但是你在摸索的阶段 千万不要放弃 因为比如说有时候 他们写歌会觉得 我的歌像是谁的歌 那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一切的东西 都是从模仿先开始 对 所以我们从那边 慢慢开始播手 慢慢学习 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如果你要进行创作的话 多观摩别人的作品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对 新加坡其实都能够培育出 很多很好的歌手 所以我觉得像 海底这次的这个 非常歌手训练班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课程 因为它是一个 孕育于很多本地 很优秀歌手的一个地方 所以来这边要 给予很多的支持 然后也是希望说 新加坡在演艺这方面的 能够更蓬勃的发展 也就是总的来讲我觉得现在的歌手 还是要具备自己的创意的能力 这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他们需要经过一个 比较正式的训练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呃 他们的训练也包括了 就是我们的肢体语言啊 歌唱啊这些音乐 还有这个所谓自信心的培养 很多方面的训练 看像韩国的训练是一样的 那其实训练班跟选秀题目 它最大的不同点 就是它有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里面呢 它会看到学员之间的 互相的学习 那像这样的一个训练班 我觉得它的终止就比较清楚 而且要培养一个未来 亚洲歌坛的心修 如果再爱能够 带走我的爱愁 就像乃愁 北条河流 可是在这一堂歌的训练班 其实我们要找的呢 其实不是有跨迹性 还是有潜意 不潜质哦 就只要是做一个地方 就只要是这样的 也不觉口渴 世界又太多悲剧 抬上眼睛了 我拥有你的声音 谢谢支持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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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伴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